痛苦歌王孙晴把生死看得很开 资料照 记者王荣祥社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74岁资深畅将孙晴有痛苦歌王封号 年轻时挥霍无度 赴美养病五年期间 败掉1.6亿台币家产 现在则是住在500万山区的二室兵小房 准备在那里中老一生 虽曾败掉1.6亿家产 孙晴仍靠实力赚回大把钞票 联合报报道 他早替儿女被妥房产 自己仅留1000万 住月租5万元商务旅馆 近来因为拍电视剧 才花500万买山区20平房 小乌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一个人够住了 笑称自己吃的清淡 一条鱼 一个菜 就是一餐 对于生老病死 孙晴看得很开 他淡淡说 我这把年纪 谁要贷款给我 等我走了 不必烦恼房子留给谁 就让政府收去 我还有500万 够了 孙晴本名孙力成 是生长在南韩的山东人 1968年来台念书 当时南韩电影类的小花在台上映 电影公司知道他会唱歌 才邀他演唱 从此踏入歌坛 相关影片 影片取自YouTube 如遭一出 敬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订阅